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来说 上海和深圳在过去的几个月呢 始终表现呢 依然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范围之内来回震荡 那么除了亚洲之外 昨天欧洲方面呢 英国 法国 德国平均上涨0.3% 美国股市虽然没有原地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几乎来说呢 还是在原地踏步 上下变化均在0.1%之间 再来看一下除了股市以外的方面 黄金价格在连续9个交易日出现下跌之后 昨天终于是上涨回来0.1% 大约是1块7毛钱 但是目前依然是在1203到1205之间的悬崖边缘 一旦跌破了1200之后呢 说不定还会有更大的下跌 那在其他方面呢 油价也是下跌厉害 连续6个交易日出现了下跌 目前的油价呢 也是在过去三个月以来的最低价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跟大家说的一个热门话题呢 就是来说说现在的油价明星气质已经不在 同时呢 看到中国的房价目前依然是热情高涨 我们知道呢 石油价格啊 特别是这个石油产品 对于去年来说是一个明星产品 去年最低的时候是27块钱一桶 最高的时候呢 达到了54块钱 整整是翻了一个倍 那么石油价格在去年涨势这么好 那为什么到了今年的时候呢 又从54块钱现在重新掉回到了49块钱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说这个去年11月份达行的现产协议 目前还起不到任何帮助作用吗 那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原理 无论我们分析石油也好 黄金也好 无论是澳元也好 小到一个针头 一个抹布 大到一个国家的货币 以及黄金石油 这些产品呢 只要是在市场上交易的 那么它的价格呢 就没有办法规避掉两大因素 第一就是我们所知的市场的这个供需关系 供求关系 买的人多 那价格自然就贵 卖的人多 价格自然就便宜下去 那么从这个 我们知道呢 从这个石油的供求关系来看 在去年的一年中 这个石油产出国呢 已经连续三次召开会议 那终于在11月的时候呢 达成了现产协议 换句话说呢 中东国家每一天 现在是减少石油供应量 大约是300万桶 那么正安理说减少了供应之后 价格应该往上啊 为什么价格现在还会往下呢 另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就知道呢 在过去两年的这个石油价格比拼中啊 主要的这个杀伤目标就是美国的夜烟油 我们知道这个夜烟油 它和传统的炼油方式不同 传统的话呢 都是从海底或者从地下 把这个油提炼出来 把油压出来 但是夜烟油呢 却是用水把油给逼出来 它的成本是大大的降低 现在平均呢 在美国的开采成本大约是在35块钱到40块钱一桶之间 一般是在36 37左右 因此 油价只要在这个价格之上 它们就会有利可图 所以说呢 过去的几周 美国的夜烟油的钻井平台数是天天在增加 虽说现在呢 这个美国方面夜烟油增加的产量 还没有达到这个中东国家的减产总数 但是呢 由于我们知道 这个价格反映的呢 是投资者对于市场未来的需求 或者说是未来的期望 它并不是反映过去 它反映的是未来 所以说 虽然现在美国夜烟油的增产量 还没有达到减产的总数 但投资者呢 已经觉得这个增产在未来还会不断增加 但这个现产目前已经是固定住了 所以说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会判断 油价未来产量减少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缺口 最终会被弥补上 而且可能每一天产量还会增加 这个呢 就是导致现在供需平衡呢 被破坏之后 油价下跌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就是所有的商品 它定价所使用的货币 我们知道这个 比如说我们知道 在中国的小商品 这个针头啊 麻布啊 袜子啊 这些是用人民币在定价 那么一旦人民币贬值之后 这些定价有可能会上涨一点点 可能原来的一毛钱 现在涨到一毛零一分 那同样的是 我们知道像石油黄金大宗商品 是以美元作为计价 那如今我们都知道 美元很有可能在本周四的早上 正式开始2017年第一次加息 那么在加息之前 美元在过去几周已经是一飞冲天了 它本身的价值呢 已经大幅的上涨 因此 不论你是以货币还好 黄金 煤炭 铁等等 只要是美元计价的 即使在其他因素考虑不变的情况之下 它们呢 由于美元价值的上升 因此它定价的数字也会降低 所以这两大原因呢 就是造成了石油价格在过去 应该说是一周时间里面出现 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 那说完了石油 我们再把目光切回到国内 我们知道呢 我在之前跟大家说到呢 中国经济2017年的经济重心 将会从过去的保房价切换到保汇率 什么意思呢 大家不要以为我这句话是瞎编的 其实呢 我是看了国内的官方的文件之后 才把话总结给大家 那官方文件是这么说的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目前风险较高 同时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很大 希望在2017年呢 能够缓解这两大压力 那么我们把官方的话翻译成简单的文字 那就是呢 从保房价切换成保汇率 但是话虽然这么说 那从过去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情况来看 目前在一线城市不只是一线 二线三线城市的房价虽然是在不断的压制限购 但是价格始终就下不去 这又是为什么呢 同时我们看到呢 这个美元对于人民币的报价 在过去的两周曾经几次冲上6块9毛3 似乎呢 再一努力突破就要上期了 那难道说之前的这个保汇率 之前说的现在不在保房价 这些政策到现在都没有用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其实呢 我们也应该知道 我们很多时候呢 可以用这么一句网络的流行语来说 就是呢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这个政策上也好 文件上也好 口号上也好 可以喊的正天想 但是在真正落实执行的时候呢 会因为这个原因 那个原因等等等等的因素 导致呢 有偏差 就从这个简单的房价来说吧 我们知道呢 目前中央定的政策呢 基本上就是希望GDP最少保持在 今年增速在6.5% 同时人民币不要出现大的贬值 房价不要出现大的上涨 同时呢 货币还在每个月增加 那么这几个政策呢 可能大家听起来都是正确的 但是呢 只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你这个GDP每年 如果今年还是6.5%的速度在增加 房价怎么可能不涨 你这边在不断地印钱 人民币又怎么可能不跌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 这些我们希望打起的目标 它是相互矛盾的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 就很难四个目标同时实现 那如果四个目标不能同时实现 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 那只能有选择的去实现 可能的或者是最重要的目标 这四个目标中哪个最重要 毫无疑问就是经济增长6.5% 那要完成经济增长6.5% 用什么办法呢 就是继续刺激经济 继续增加财政政策 或者说继续放宽行业限制 但是这些种种的条例 归纳起来 目前最明显最直接的就是 在一月份 中国的新增人民币贷款总和 超过两万亿 换句话说就是呢 一个月有两万亿的人民币 被流放到市场上去 这么多的钱在市场里 又不能换成美金换出来 你说这么多的钱 在国内永来永去 人民币怎么可能不贬值 房价怎么可能压得下 所以从综合来看 如果现在就像是大鱼汁水一样 洪水泛滥的情况下 你只是靠一边的赌 最终会酿成大货 但至于时间 我们作为小屁民 是没有办法猜到的 所以说 综合起来一句话呢 就是现有的货币政策 在刺激放水的情况下 如果不能得到改变 那么在今年两大任务 房价不出现大涨 或者人民币不出现大跌 这两大任务 在我看来实现起来 将会比较困难 或者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今天澳洲时间下午1点钟 工业的中国工业产出数据 澳洲时间呢 到了晚上11点30分 是美国的PPI数据 那接着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今天说到一个热门产品 说的是啥呢 就是说的是中国的A50指数 我们知道由于中国A股呢 它目前并不对海外开放 因此呢 大部分的投资者 海外投资者需要投资中国A股市场 都会通过这个A50指数 来做一下投资 我们纯粹以技术上来说 不从宏观上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图是中国A50 两小时的走势图 从左边3月1号开始 基本上呢 就一路处在下压状态 但是呢 从今天早上开始 中国A50指数呢 在过去的14天情况里面 第一次出现一个上涨信号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 两小时上涨信号 但是呢 这是过去14天 也就是两周以来的首次出现 那如果我们把图再看得大一点 把它看成一个日线级别走势图 我们可以看到的 自从2015年 这个股灾到现在为止 中国股市呢 迟迟没有上涨 只能说呢 从底部开始反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从2017年 2016年年底 到现在 在10400点附近 是出现了两个山头 那如果在未来 这个2月份的山头 第二次触碰的路又掉下来 如果第三次能够冲破这个山头 那么我们预计呢 这个中国的A50指数 包括了中国的护生300 包括了中国自己的A股 将在2017年有比较大的 不能说是特别大 那至少有比较大的上涨空间 我们从这个图上 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一旦这个双顶结构 能够被重破 那么后面前途将会不可限量 所以呢 从目前来看 仅仅是一个两小时 但是呢 长期10400点 或者说这个 可能是到10800900点附近 关键价格 我们之后再来看一下 10800900点附近 能够冲上之后 中国A50 今年将会是像去年的石油一样 成为一个明星产品 那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名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